在去年的LCK夏季赛上 菲卡尔因为手伤所以暂离赛场 这也导致了T1遭遇了痛苦的五连败 在缺少菲卡尔的情况下 T1的其余队员全都面露蓝色 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当对阵KDF这场比赛 菲卡尔商与回归赛场时 其余队员在后场时一个个没笑眼开 心里仿佛在呐喊 我们的爹总算回来了 在2019年LPL春季赛 FPX战胜对手之后 由金贡接受为余霜的赛后采访 虽然金贡旁边有翻译小歌站着 但是此时金贡的中文水平 就已经可以做到正常交流了 在采访到了最后的时候 主持人余霜要求金贡 可不可以对粉丝来一段 流轻松式的妈妈打 而金贡的回答也让人大开眼界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我相信应该很多粉丝都非常希望 你可以对他们说一个 就像松松式的摸摸摸哒哒 可以吗 好 可以看一下我的摄像头 粉丝们 妈妈打 虎牙一哥姿态在去年的某一场直播中 开启了无限活力玩了狗熊这个英雄 但是主播的这局游戏并不顺利 当游戏进行到第十分钟时 主播已经阵亡了13次 此时的主播已经没有其他的要求 只想拆个塔 但还是被对方的船长所拒绝 主播也因此破防并且大声骂喊道 让老子拆个塔呀 收梅克尔在去年的一场直播排位中 遇到了奎桑提这个英雄 当游戏中所有人都拿奎桑提没办法时 收梅克尔也在直播中 请求拳头的官方人员削弱奎桑提 并使用大量的数据 以及机制来佐证这个英雄的不合理 网友们也被收梅克尔这段真诚的发言所征服 并且称之为魁桑提圣经 这就是rov catch Mus估在 ratings 了组合技术 魅强的4千鳍 越连体329 中小字部和溜达 还需要衣服 组合提出力的 提出力的 跟 LPL的导播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岗位 在观看直播的同学们 很多人都被导播的专业所征服 从而推荐他们进入向往的工厂 在某一场比赛开始前 摄像头里的小天和小微明明隔着两个队伍的距离 却被专业的导播将他们融入一个画面喝了同一瓶水 还有一次2018年LPL夏季赛在西安主场 WE对阵EDG的比赛上 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画面